请点亮 水柱随着音乐节拍变换喷洒方向 搭配布幕上的动画及光影呈现 北市首度举办水舞嘉年华 由市场讲万安亲自点亮 今天即便下着雨 但是我们水舞还是非常的精彩 而且发现整个音响的效果非常的好 水舞秀从5月1号开始到6月30号 一连两个月 每天晚间7点到9点隔30分钟 就会在彩虹桥上演一次 吸引游客驻途欣赏 不过看完后却有点失望 这里看完之后 你不会想继续再来的感觉 碧潭比较棒 怎么说 碧潭的那个 它的盒比较大 比较近 比较近可以比较正面 有人一直在说新店西 那个新店的会更壮观 碧潭的湖面比较观光 就再弄一下直的 因为刚才是在桥下面吗 还在室的朋友可以 民众不约而同将北市的水舞秀 拿来和新北碧潭的水舞做比较 超高水柱朝天空喷放 搭配音乐和雷射光雕 迈入第八年的碧潭水舞 几乎每年都有新花招 成功打赏名号 反观北市的水舞赤资约1500万 虽然多了从桥上往下喷的水木 但精彩度似乎输给新北 它上面的太少 水量太小了 对上面的花样不够多 没有经验的感觉 蛮创新的 下次还会想要再来 会啊会啊 我就在这里面 我会想要再来 北市首都举办的水舞秀 民众评价两极 是否真能打造成台北观光的新亮点 恐怕还要时间观察 明星新闻 中文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